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的节目有点特别 我和大家想介绍一件产品 我认为是学英文神器 我叫做一个很有用的学英文工具 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阅读帮助大家 懂得多些生字 和看多些书 看行脸写东西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想和大家介绍看书 我自己很喜欢看书 上班一定会带着一本二本书去看 但是大家不知会不会觉得 带书去看书都很麻烦 一半一半都很重 而且要查字典都很不方便 所以我自己很多年前 应该说超过十年前 已经开始用一些 我们叫做电子书阅读器 就是这些 其实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平时买一本书 纸本的 没有简单书都会买到 而电子书阅读器 简单来说 它的书是一个电子化的版本 一个档案 这样就放进入阅读器里面 你带着这部阅读器出街 就可以随时随地看书 可能大家会说 其实我带一本书出街 就可以了 有问题又便宜 为什么要买电子书阅读器呢? 其实有一个很种原因 就是它有很多功能 帮助我们更加有效率去学英文 举例子 这个就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 放在电子书阅读器里面 这些类型的阅读器 我们叫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很快地去查字典 例如我这个字 假设我不懂的 我一读下去 基本上它已经弹出了读器 就告诉大家 它的意思是什么 和平时大家如果看书 有不懂的字 大家是需要刻意 放下一本书 然后拿另一本字典 查查查 才可以查到 可以说是快很多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查字典 很方便的 内置字典 也不需要钱的字典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刻书 平时大家要刻书 可能又是拿一本书 拿那个highlighter去刻书 刻书 现在 比如我用电子书测器 大家看到 它是可以 电子化去刻书 例如举例 这句 我想刻书 我手指一拖下去 它已经和我刻书 那就很方便 而且它是全部都有index 你可以在电子书测器里 看看你选择哪些书 你可以用keyword search 你可以打字去找 如果你选择了一本书 你找出来 也未必那么容易 但用电子书就很方便了 除了选择之外 就是highlight之外 你喜欢的话 还可以做一个note 比如说 你可以打字下去 选择之后 比如说 I Agree 你可以这样save 我同意它这句 你会看到它有符号显示 给你看 其实你是有间了一些书 如果你是想找出来 你可以看到 那些note和highlight 是全部可以在这里找到 你可以看到很方便 有多少highlight 大家看到那些highlight 有多少段落 非常之方便 很容易 就可以找到你找的东西 重新看一次 比如说你看完一次之后 你想再重新看一次 你可以只跳去你highlight 你一按下去 就可以去到那一半了 你就已经可以找到相关东西 非常之方便 当然更加不用说了 就是这一本电子书阅读器 其实它一部可以加上千本书 但是如果你要带书出去 一本两本还可以 带到五本十本 就已经很重了 比如说我很多时候去旅行的时候 我会带着一部这样的阅读器 无论去到哪里 坐车的时候 或者晚上在酒店 没有工作的时候 或者可能在库山 在泳池边看书 这个也是一个不可多的工具 它里面还有其他功能 我觉得也是很正 很合学英文的人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字体大小 你可以把字 譬如说老花 我想放大一点 你按 按之后它就放大了 你想缩小一点 又可以 转字形又可以 其实全部都是可以做到的 编排 譬如我要打横看 打直看 分开它 即是想行数较阔一点 例如字体或质质 很难看 我把它隔 行数较阔一点 又看得舒服一点 其实很多功能是你传统的书做不到 我会觉得就是 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到你 看书看得更加快 你要查字典的话 是可以更加方便 做Note更加方便 而且是可以一本 一部机 就可以储存好很多书 它电量都很好 比如像这一部 基本上我是三四个礼拜 才充电 大家不用担心 像平时的iPad 经常都要充电 我会觉得就是 你买了 我把书放进去之后 放进你的手袋 在背囊里 其实可能是 每逢一出街就拿出来看 然后看完就回到去 你都不需要理它 你完全不觉得它 存在很轻 八零二百克 就算重的也是八零二百克 是轻一点的 其实是完全没有负担 是非常方便的 可能 来讲到这里 你会说 其实 不是啊 我也有iPad 我也有手机 我也可以用iPad 手机去看书 那为什么我要用 这个电子摄录器看书呢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它的显示屏 是没有那么伤眼的 因为它的原理 它的显示方法 就跟我们平时用的 一些萤幕不同 其实用的 是每一点都会主动去发光的 但是这些 其实它不是的 所以看得比较舒服 就算晚上 如果大家 设定了灯 你就会见到 其实 iPad是很残眼的 但是你拿着这部 其实它会有夜灯 但是它夜灯 它不是直接照射到眼中 就是它的机身有的 那你去一个很柔和的光线之下 去阅读 其实是可以 没有那么伤眼的 这个又是另一个 我觉得如果大家看书 书听得多的话 其实是很值得考虑的 为什么我说它是学英文神器 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书 全部放进去 很方便 查字典去选书 去做笔记 那是 很多英文书都有的 因为其实电子输入器 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以前没接触过 其实它是由一些 我们叫做英文世界的 一些书店 是他们做主导 很多都是它生产 例如大家最熟悉的 Amazon 买很多书 大家除了可以Amazon 买紙本书 也可以去买电子书 它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 英文电子书的生产商 或者发行商 我自己 这部也是Amazon出的 其实不贵的 一会再说价钱 而你买完之后 就可以上去Amazon的网站 买书 因为它这部书是有WiFi 连接了 你买完书之后 其实不用一分钟 30秒都不用 它就已经自动下转了 就即时可以带出去看 甚至在这部书里 都可以直接去买书 可以转上书店 除了Amazon之外 还有其他厂也有 例如 Cobo 另一个很大的品牌 它们都有 它们甚至会有更多的中文书 甚至是日文书 漫画 都会有 因为它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做 Amazon也是 基本上这两个大平台 你找到最主流的 无论是小说 或者是一些非小说类的书 其实是英文书 都全部都可以找到 所以你买的话 其实是很方便的 要买书的话 按个字就可以买到的了 还有其他的 例如Google Books 都可以 或者Bounce & Noble 但是 我会说普及性 和书的量 就绝对是Amazon 算是取胜的 而且它有自己 连结了的一个阅读器 很方便 一体化整个系统 就是你有一个阅读器 又可以直接通过它买书 摆卖下去 就完全可以满足你看书的要求 说到这里 不如介绍一下 其实究竟 如果你有买过 有什么选择怎么买 怎样才可以便宜些 划得有什么好介绍呢 我自己 Amazon和Cobo 这两个硬件 就是它们的电视阅读器 我也有买过 但是最终我现在比较多用的 就是Amazon 因为看英文书多 而它英文书真的便宜 Amazon的好处就是 它有自己出这些阅读器 弄了它的市场 就可以买书 它的书也不贵 它的书的藏量很多 它有很多选择 最基本的就是六寸 很细部 价钱最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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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最简单 但是很够用的 如果你一开始买 只是看书 平时看小说 其实买这个 基本版的六寸 已经很足够 也很轻身的 然后另外一款 就是Paper White 是6.8寸的 特点除了大一点之外 就是放水的 尺寸也挺好的 不算非常非常大 很適合 放在手袋 甚至是 你穿件外套 或者西装袋 都放得到 再上一级的Kindle 就是Oasis 就是我这一款 这一款是7寸的 它同样都是防水 而且它的形状挺好的 它是这样 可以有一个位置 可以用手拿着去看书 好像将书摺起 或者卷起的位置 握着很舒服 而且它是有实体件 转頁的 上一页下也很方便 刚才说的Paper White 和Basic 就是没有实体件 就是说 你要用 按下它的萤幕 才可以转到叶大 也很快 很Snappy 绝对不会说 很慢 如果大家 纯粹在看书 这三款都是很好的选择 进入门版的 可以选择 很便宜的 如果不是 你想要防水功能 或者想荷幕大廁销 可以选Paper White 或者你想要有实体件 可以给你转页 就可以考虑Oasis 其实 最近 或者应该差不多一年了 其实 Amazon出了另一个产品 叫Scribe 它的萤幕再大一点 是10.2寸 这么大 就方便大家看更大的书 除此以外 你还可以 有一支笔 可以在上面写东西 没错 它有笔记簿功能 二合一 除了看书之外 你也可以 像一本记事簿 去写东西 还有当你 underline 了 间了一段 你可以用手 去写下 那些Notes 其实是非常之方便 如果大家很多时候 是喜欢写东西 有笔记簿 可以去写 例如写日记 又或者是 有些文件 有时候上班要看的 你可以直接 寄到Scribe Kindle Script 可以WiFi 拿出来之后 就可以用一支笔 去记录 例如圈起一些东西 打草稿 都很方便 所以你看到 其实Amazon 它有整个家族 完整的一系列 产品给大家選擇 我自己是 忠实用者 我真的用了超过十年 刚才说的 每一款 除了Scribe 我都用过Basic Paper White 我现在还有 但主要 不是我用 我自己就用这一部 家人就是用Paper White 而我曾经有最小的 最便宜的 我后来就转让给别人 因为我还是觉得大一点 对 人开始年纪大一点 是吧 那 什么时候买才对 可能有些人会问 会不会是 你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去哪里买呢 去买呢 当然就是上Amazon的网站去买 如果你说什么时候呢 像很多人说的 早买早享受 但晚买便宜几个 如果大家 在网站上面看到 即是上Amazon的网站 看到对的 随时压制 随时买 通常一两天之后就送到货 如果大家想等特价 有的 每年都有一些时间特价 例如说 大时大节 好像圣诞 或者刚刚早前 就是end of summer 即是这个 暑假 暑假 暖月期之前 它有特价 另外每年 有个叫black friday 的购物节 以及siver monday 10月11月左右 那些时间 又是会 有一系列的特价事段 而且每年 Amazon都有一个 prime day 通常两天 也会有特价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 大家可以等到prime day 等到圣诞 black friday 或者有时 大事大节 父亲节 它有时都会做推广 就可以留意着 Amazon的网站 大家 可以用个便宜很多价钱 它不是便宜几%那麽少 至少 八节 有时七节 都有的 半价 我都见过 所以如果等得过 不妨就等下 可以等便宜的时候 才入手 我觉得是很值得入手的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 买儿童版 买儿童版是什麽呢 我这裏有一部 因为我早前看到它特价 就买了 但我都未拆合 打算给小朋友用的 买儿童版的 基本上 就是跟 大人版本一样的 它有两款 有基础版 和Paperwhite 那两款版本 都是有出这个买儿童系列 有什麽分别呢 就是 平时你买的大人版 它就是这一部机 买儿童版 首先它送了一个套 有几款去选择 我这个是绿绿色 挺有趣的 適合小朋友 对不对 还有一个保护 小朋友可能怕他们 不小心掉在地上 弄烂 另外就是 它会加长了 有两年的保养 当然 都是好些 小朋友刚才说 有时候会掉了 一部机 还有一个因素 为什麽 很值得买 就是 如果你买这个儿童版 它会送一年的 一个叫做 Amazon Kids Plus 的服务 是一个可以叫做 任体的一个服务 什麽意思呢 就是说 它里面有 年轻人 適合看的 一些年轻人 適合看的 可以由去到 Todless 去到 Children 去到 Young Adult Teenager 有不同年龄层的书都適合看 有小说 有非小说 一些很多香港人 可能都有兴趣 或者都知道的 譬如整个Harry Potter系列 它会有 另外那些 什么 Story Treehouse Wimpy Kid 它都会有 未必全个系列齊全 它会有部分 会在里面 Harry Potter全个系列都有 另外还有一些 明人传记 nonfiction的书 很多很多 可以做选择 而 因为你买了它 其实它送一年 是给你任看 即是说 在它这个 指定的书的 database 你可以 不需要额外再付钱 按键 就下载了 那小朋友就可以看到 而且它可以有 很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 在时间上 你可以观察到 你的小朋友看了多少书 每一天 看了哪本书 看了多少分钟 都可以留意到 你全部可以看到 你买了额外的书 譬如有一些 它没有包在免费 你可以买了之后 然后 整部就即时下载了 它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买书 加进它 Kiss的Kindle 亦都可以 一年之后 你可以给它 月费或年费 就可以用到 继续用这个服务 而且它的价钱 只是略贵 过成人版 同一款 例如说 大家都是最基本的 Kindle 那个版本 Kiss的版本 只是比大人版 贵少少 但它送多了一套 它有两年保养 而且它包含儿童版 任体服务 其实我觉得是挺划算的 如果大家 趁哥sir所说的 特价时段入手 其实基本上 不是很贵 就可以买到儿童版 其实它的儿童版 是跟大人版一样的 只不过是 跳入另一个界面 你可以随时跳出来 大人的界面 你可以买了一部机 你又看 你的小朋友又看 你看完的时候 到你小朋友看 按几个按针 就会转入小朋友的界面 它就看任体的书 看完之后 你又开始跳出来 也是放在你那里 去到你的Lock in 用你的大人的界面 也可以 当然 如果大家觉得 都能够起 就要人一步 自己又一步 小朋友一步 也是很棒的 如果大家想学好英文的话 每天花一点的碎片时间 例如说 坐车的时间 或者塌睡觉 可能给你半个钟 或者20分钟 去看书的话 这些电子书读器 就很适合你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今集的简介里 是有连结 跳去Amazon 去买这个阅读器 如果通过我的连结去买 你不会给多钱 但是我会有少少回佣 好少好少 都是几十匹 一磅 那就可以 叫做支持一下 我继续做这个频道 你不会给多钱 当然如果大家不想通过我的连结 也可以 自己去Amazon 输入Kindle Kindle 就可以 去找到这些阅读器 希望今次的介绍 大家会喜欢 我是真心 真的 诚意 推介给大家 看书 建立这个阅读的习惯 是很棒的 就算不是学英文也好 定期太多的书 都是好事 另外 这个阅读器 你可以把书 送到这部机器里 有个指定邮件 你可以自动下载 或者可以上去Amazon的网集 上载 例如你有一些中文书 你在其他地方买了 PDF也可以 或者其他也可以 有很多格式 它也会吃的 你直接放下去 你一样可以 在这部阅读器里 可以看到其他类型的书 今次就是这个 今集想和大家做的 分享的介绍 希望大家会 喜欢这类型的 生活资讯的分享 不要经常说 新闻 不要经常说 签证 租楼 楼价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分享 日后会有更多 生活资讯和大家谈谈 欢迎订阅我这个频道 除了YouTube之外 其实我的影片 全部都会优先 在我的Patreon上发放 除了优先之外 是会没有广告的 因为大家不需要看广告 在Patreon上 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如果大家觉得 都想继续看到多些 港珠的影片 不妨就上我Patreon 也欢迎大家 继续去到 留意我这个YouTube频道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comment 和like 多谢大家的新闻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